只要在卢汉的后院再加把火 很快就会把他烤到重庆来 当时老蒋闻到了云南想起义的味道 为了稳住卢汉 特意邀请他来重庆 可有上一任云南王龙云的教训 卢汉迟迟不动 张群劝了半天也不管用 广州的代总统李宗仁也想分一围攻 甚至扬言要调部队围攻昆明 广州方面这出席一差 卢汉就应该想到尽快来重庆 向我们讨出路 张群现在担心的是 李宗仁假戏真做 将云南控制在手中 老蒋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直接派得力干将徐永昌飞到了广州 对李宗仁当面重申他的主张 要解决云南问题 以政治为主 绝不允许新兵中武 而如何逼卢汉来重庆 老蒋也安排好了 那就是让审罪的特务系统出击 加派人手 盯住杨洁和卢汉的公馆 某天杨洁刚打开窗户 就看到了一大群特务 立马给卢汉打了电话 没想到对方却说 自己的公馆门前也全是特务 卢汉知道这都是老蒋的手臂 如今知道是火梦爷 也不得不去拉 卢汉赶紧召开亲信开会 宣布了这一决定 在他走的这段时间 由小舅子龙泽慧 全权主持云南事务 至于我去的目的 一是给我们的蒋总裁吃个定心丸 暂时稳住西南的女士 二是听听他的意见 寻求一个妥协的办法 不过卢汉也留了后手 如果自己被扣 那剩下的这些人就赶紧起 不久后 卢汉就乘坐飞机 抵达重庆 迎接他的人自然是好兄弟张群 为了应对老蒋 卢汉又想出了一条妙计 我 还带来了生活费 我张群管不了你几顿饭 张长官 我不想再回云南了 这是 我在重庆常住的生活费 见到老蒋后 卢汉果断打出好牌 那就是直接辞职 换更有能力的人去管云南 没想到老蒋不上套 一个劲的夸卢汉 有能力 有责任心 一旁的张群也赶紧打配合 称卢汉这四年 跟委员长合作的很好 云南 非卢莫属 这是我四年前就说过的一句话 永恒兄 回去以后放开手脚 大胆的干 我会支持你的 多谢总裁信任 准确的说 你是我 值得信任的人 内容